昨天又下了这个大雨 所以今天又省掉了一个室 室外的花又可以不用浇水咯 哇 这些花每一个状态都非常好 但是像这种淋不到雨的地方 还是要来看一下这个花会不会有缺水的 这一盆茶花 看到没 现在它的这个土是湿的 因为上一次我浇的花 浇了四五次才把它浇透 现在它的叶子很精神哦 把这盆杜鹃花剔一下花盆 嗯 有点清了 要给它浇点水 可以先给它喷一下叶 蒸一下湿 这个杜鹃花是非常喜欢这种湿度高的环境 多喷水的话 这个叶子会绿油油的很好看 残花叶给它喷一天 喷完叶再给它浇水 夏天浇水这个水 一定要把这个土给浇透来 像这一种透气排水性好的土壤 只要浇到盆底油水流出就可以 而不像这一种的话盆底流出之后还得浇几次才能给它浇透 іт自然蝇的水 important 你们可以熟悉这种肞里面 你那边就会不会抗讯 你们可以熟悉这种肞里面 然后大家再给他一个或者留点